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,新北市政府今年度的街头艺人认证昨天放榜,今年共524组报名,149组通过审查,通过率30.05%。 布农族的方林和阿美族的正义分组成的Power Angel能量天使二重唱也通过认证,两人分别因直讯脊髓损伤,车祸,必须一轮椅待步, 他们相知相惜,并用歌声、吉他相互扶持,演出获得评审肯定。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表示,街头艺人的表演形式多样,包括音乐演奏、演唱、行动雕像、杂耍特技、魔术、造型气球等,内容千变万化、十部书国际级表演。 音乐团体演唱组Power Angel能量天使团员方林,职业训练时脊椎受伤,导致下半身瘫痪,正义分则是因车祸而不良于航,只能及轮里行走。 而他们相互扶持,相知相惜,是演唱出充满能量歌声的天使,表演木香鼓打击演奏的欧景娟, 有时被医师诊断为自闭症且伴随郭洞,像去台一般学习乐器,四处办事却被婉拒,最后只能自学,再加精进打击木香鼓的技巧。 欧景娟历经去年未考取的挫折,今年充分准备,更在认证当天热情望我的演出, 让现场观众跟着她的音乐节奏舞动起来。 文化局表示,每年5月初都会举办认证,欢迎各方好手大战身手。